突发消息 欢迎在此观看 9117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 为4日 接着在中国的密门楼盘上 有人打了提到 河南 一样的军阅广场 妻子出轨 不知道 上个时间 可以看到 密码的拿手指 这几天拿了刀架的年轮 因其的突发 会大声发现自己的奋力 但说了什么 属实 听不懂 在男子时 一边 说出地链 骂刀极其清晰的时候 女友围观 路人遇上前搭着 胡乱男子手里扭刀 尝试及此的背后 群众都不敢 轻挤晃动 最后等到警察赶到 将男子拿下 女子被送 一字一面就已 最后学人给翻译 翻译 说的是什么 附上的截图显示 一个男子手持菜刀 在一个公共场合 对着一个 躺在地上的女子 针对此事 我们又在另外一个论坛中发现 有人描述提到 河南安阳 金月广场 妻子出的脏 湖持刀 伤害事件 并且附上了一则 6分36秒的视频 单视频显示 男子持刀 对着 躺在地上的女子 女子正在 苦苦的哀愁 放过自己 在现场 有一辆 急救车 和相关急救员 在一些画面显示 设施地点 5月 在视频的最后 设施男子 被当地警方带走 另外我们在 中国的抖音平台 发现 有网友发过 一则无法看见 视频标题的视频 在这些视频中显示 时间长度为3分34秒 视频内的 注目标题描述 提到 昨天晚上 在安阳男子 发现妻子出轨 把妻子活活打死 视频中 结尾过程 设施男子 被当地警方 采取强硬措施 并且要求现场民众 不要拍摄现场过程 此则视频上 会的时间在经营 在这些贴纸的评议中 发跌着回忆 评论者提到的 假发 他提到 不知道 是挺吓人的 不过我们在 中国的网络中 发现出现了 关搜索时 安阳出轨事件 安阳出轨 迷迟 安阳出轨 安阳出轨 被杀事件 安阳出轨 人员 另外我们 查证到 中国的媒体平台 金里头塘 在一片名为 男子发现 气质出轨后 在广场中 持刀 盗牌文章 人员 挺好的 在河南 安阳 金月广场 可以看到 一男子手提菜刀 带着出轨 气质头发 大声发泄自己的愤怒 该说什么 属实听不太懂 在男子一边输出 一边发泄自己 穷气的时候 也有 回关路人 衣上前的大桌 无奈男子手里 到尝试 几次 未果群众 都不敢轻挤妄动 最后等到警察赶到 将男子拿下 女子被送至 医院就医 另外 此次事件出现了 资讯 经提到 发生在 故 金月广场 把我们查证发现 安阳并没有金月广场 只有物业广场 再加上视频中 画面显示 地址为物业广场 因此 我们的工作人员 确认是物业广场 同时 安阳当地媒体 在今日 发布资讯提告 女子物业广场 商场四楼 最楼 警方通报 送到医院成就 正在进一步处理 未知是否 与此事有关 截止到现在为止 安阳当地警方 未有就此事 做出任何回应 及其有关此事发生地 安阳物业广场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安阳物业广场 安阳 文峰物业广场位移 河南省 安阳市文峰区 光明鲁夷 同兴街交汇处 新人民业东侧 新城控股集团 安阳物业广场是 新城控股布局全国的 第130座物业广场 是华中的第8座物业广场 也是河南的 第2座重资产项目 设有超1500个停车位 支持的购物中心 起量10万方 潮流街区2.8万方 汇集主力店 品牌零售 特色餐饮 海统玩乐 以生活配套等 诸多液态 前面的液态布局 更加注重 互动体验的消费形式 开业后 将成为安阳市 来自 玉北地区 规模最大的物业广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